大家好,我是珊珊 今天又来我爸的棚里收花了 这一片紫罗兰呢,已经接近尾声了 还剩下一点儿 今天呢,把它大部分能收的就都收了 你们看这是谁 Storm,飓风 现在呢,把它拿到农场里来干活了 因为这边养鸡呢,有很多的老鼠 让它来捉老鼠了 虽然紫罗兰接近尾声 但这六粗花呢,开始收获了 我爸这衔接的还挺好 这陆陆续续的也可以开始收花了 这边呢,还种了一些菊花 差不多等六粗花完了之后 菊花又要登场了 现在已经偶尔有一些要开的了 但是呢,有点短 但是拿回去想办法也把它卖掉 这边呢,是种了一片配花 是原产于南非的一种类似于像满天星一样的 具体名字呢,想不起来了 我爸呢,少量的种了一点 配在花树里面呢,效果挺好的 这家伙又来捣乱了 走哪儿跟哪儿 跟在家的时候一个样 跟它一起抱来的呢,还有一只小猫 但是那只小猫呢 不知道为什么一来这儿就不见了 不知道是不是跑到邻居家去了 把花放上车 再去看一眼小白 小白在这里跟小黑 还有小金 以及他们的男朋友 愉快地生活着 三只母鸡 每天呢,有两个蛋 也不知道谁在偷来 这些蛋都是纯种的乌鸡蛋了 拿回去赶紧敷上 回来先把花整理出来 我还是继续用着这些报纸 把这些报纸呢 一张一张地整理好 用报纸爆出来的花树呢 效果还不错 而且呢,很环保 把这些花都拿出去卖 现在呢,春天了 晴天的日子比较多了 所以呢,生意也渐渐好起来 尤其是周末的时候 买花的人呢,就特别多了 把拿回来的种蛋做上标记 然后放到复蛋器里去服务 每当春暖花开的时候呢 我就特别有复旦的冲动 领大家来花园里 秀一秀春天的气息 这边呢,是我之前埋下的一些蚕豆种子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了 埋下了两包 一包呢,长得挺好 另一包呢,几乎全军覆没 这一包长得好的呢 是绿色的那个品种的 你看都开花了 那另外一种呢,是紫色的那个品种 不知道为什么,长得特别差 我就赶紧的呢,又补种了一些生菜 这些生菜苗呢,也都长得挺好的了 还有就是这棵桑树啊 看到满树的毛茸茸的小桑树了 看,长得特别可爱 过几天应该可以吃一部分了 这边有一棵木瓜,也在开花 还有呢,院里这棵紫藤 又在抽碎儿的 每年都开好多的花 这个品种特别不错 你看这花碎儿,满满当当的 天气好呢,花儿卖的也好 不一会儿呢,就空了许多 赶紧的回去再整理一些拿出来卖 我准备呢,这一次为了节目效果呢 不准备当天就开前香 准备整个周末过了 攒个几天再打开 看看这钱能不能爆香啊 所以呢,周末这几天 我不停的补花 补花,但是呢,就没有开前香 差不多三四天过去了 花儿也卖的差不多了 现在呢,登登登登 开始开箱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哇,好多钱 从来没有这么多钱过 因为以前都是每天都收嘛 这好几天没收了 哇塞,哇塞 把这些钱都收走啊 都收走 我应该拿个包出来 哎呀,这样太明目张胆了 在大街上,哎哟,会不会被人当街抢劫呀 赶紧收了,把这零钱也收了 赶紧拿回去 钱都收光了 赶紧锁上钱香 快点回家 快点回家 这次为了节目效果 真的是 太吓人了 回到屋里呢,比较安心了 来数一数钱吧 这是看到敬爱的老女王啊 去世已经一周年了 说快吧 然后谢伯德女士 有个三张 刚才老女王也有个三张 然后就是希腊里爵士啊 登上珠峰的第一人 然后看一下这些钱吧 数了一下 加上零钱 差不多有快200纽币吧 具体的零头我就不说了 然后呢 这是这几天的成果 给大家呢展示一下 大家怎么样 觉得过瘾吗 话说呢 这前前后后 折腾了也有五天了 放进去的这蛋呢 应该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受精了 也不知道这小白 他们这男朋友啊 行不行 这是我放杂货的一个小黑屋 看一下 来,看到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像蜘蛛一样的东西呢 这就是受精卵在发育了 春天来了 麻场里的马也有了变化 他们在换毛 把冬天的厚厚的毛呢 脱去一些 换上夏天的毛 就凉快了 这每次刷马 输马的时候呢 看这地上全是毛啊 这钓毛钓的真厉害 夏天呢 天好啊 不怎么下雨 孩子们呢 就可以经常来骑马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